这个范例主要是做什么 把储存隔的年月日周集分割成四个讯息 那当然底下这边还有 什么 10分秒 那你可以用hour minisecond 或者一样嘛你可以用切割的方式 一样可以做切割 只是说你如果用test的话它是文字 如果你是用那个什么 用year,month,day weekday跟hour minisecond 它回来就是一个数字 另外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把什么你要把那个 一个日期 分割之后你要把它合并回来的话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点 你还会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叫做date函数 这个date函数主要是什么 如果你要 你想说年月日怎么把它串在一起 你想说是用串接的吗 有没有 如果用串接的话 那你应该说等于什么 等于108 end 一个斜线 然后再end 11 再end 一个斜线 那这样最后串出来是一个什么 一个文字 OK不是他要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个日期有日期 自己的格式 所以他 就会有一个叫date date函数 他这个date函数呢 就是最后格式化的结果 就会是一个标准的日期格式 只是说你一额的话 你这个地方不能直接给 108 108 变成说西元的108 脸 所以这边 因为你要加上 1911 刚减之后你把它加回来 然后曼时的话就这一个 date的话就这一个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回来 有没有 就会是 又帮你恢复成 标准的日期格式 记得这个地方要需要用到date函数 什么时候会用到 蛮多地方会用到的 比如说你要做日期的加减 也要在date函数里面 去做 否则会出错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但有些人习惯把它当字串来做 可能 有些状况是可以 但有些状况可能会失败 OK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合并回来的话 记得用什么 用这个date函数 这个date函数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再来我们就来看 Edate函数 主要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计算员工实际年龄 他这个 这个吴丹亚他的生日是这一天 那你要假设啦 我希望你告诉我 他出生到今天为止 是几岁了 就是几年了 几个月 几天 那怎么算 年 那想说 先把19 什么 20 这个 1972年 跟 今年 今年2019 减吗 减完之后 可问题来了 减完之后 如果他 现在11月 他如果 假设超过11月 你要 就是已经满了 但如果没有的话 你是要 就要减一吗 对 然后再剩下月 再剩下日 全部都要算完 那如果你用刚刚的year month day来做的话 那一定会有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像这种 日期的计算 我们其实可以用什么 Dative 来代劳 那Dative 特别 不过Dative 有个麻烦的地方 就是 插入函数的时候 理论上他应该要放在日期时间里面 你会发现 这里面是找不到 Dative这个函数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这个地方会是有专利的问题 那个专利的话呢 是属于 很早以前有一个 试算表 就是在 这个Excel还没出来之前 有一个叫Lotus 163 的一个软体 那个软体以前是 最早是在那个Dose底下 黑白的那个时代 那个黑白的时代呢 距今已经是 超过30年了吧 对 应该超过30年了 19 最晚好像到 19 1990年 还有人在用吧 9089那时候 大概超过30年了 所以 如果你刚刚 我刚刚讲Lotus 163 你有点头的话 表示你有点年纪了 你有听过的话 应该就是 至少就是 30年前的东西 那你30年前 你有在职场上工作 那你表示你那时候已经二十几岁了 所以一家之后 你的年龄就大概算一算 差不多 所以 不是重点啦 重点就是 他这个东西有相容的问题 所以 他们又把这个函数加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他虽然不能用插入函数 但是他可以用打的 便你要自己用打的 而且不能打错 Date DIF 钱瓜符 这个只能用 透过输入公式的方式来做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算两个日期相差几年的话 那你可以给他三个参数 第1个参数前面日期 前面日 第2个参数呢 给后面的日期 第3个参数呢 给什么 给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的话 如果是Y的话 就是算什么 刚刚前面跟后面这两个日期相差几年的意思 OK 26年 那你想说 这个是不是说如果我不用这个方法 我其实可以用什么 刚刚不是用到一个叫义尔函数吗 义尔函数 给这个 应该是后面这个2006 然后减掉什么 减掉 这个 这个A3 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 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A3 把2006 减掉1980 打个勾 26 你想说老师那 那这样 好像用1个也OK 其实 目前这样来看是一样 可是我改一个地方 把这个 月份 改成 8月好了 8月15 到8月 8月12还没到 打个勾 你会发现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Deleteif 他会去帮你算一下 到底有没有满 月跟日的部分 义尔的话不管 义尔反正就是把年抓过来做计算 那月的话呢 在那个 Deleteif我觉得 最好用的地方 其实算什么 算相差几个月 只要什么 把这个 M改一下 Enter 把Y改成M 3 13个月 那如果说今天 假如说你要用什么 用Mans Mans 不行嘛 像刚刚 有没有 像这个就有很大 Ear 你还可以 Ear减Ear 对不对 但Mans怎么办 总不可能说 算数 它总共 几个月 所以 特别是最好用 我觉得是算月 那日的话呢 当然只要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D就可以了 也就把这个参数 改个D 相差几天 不过你想说 刚刚我不是有用过 减日期嘛 其实 这个地方就不一定要用Deleteif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等于什么 把 这个日期 减掉什么 这个日期 打个勾 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如果你先用Deleteif来做的话 它如果是算几天 其实占不了什么便宜 但是算差几个月 那就非常好用 为什么 因为说真的 那个月份282933 你怎么知道 你不能全部都算30天吧 那一定算错 OK 相差几年也是 因为它会 如果满它会帮你加一天 后面的话 还有 三个东西 这是什么 就是算 跟底下有关 YM 特别说 YM意思是说 算完 年之后 剩下的月份 帮我算 算出来 因为我 算完了 到底有没有满 有满的话 那我后面还会多几个月 没有满的话 那我当然 剩下也是有几个月 所以 YM意思是说什么 剩下几个月的意思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假设 改一下 所以这个也许 请各位自己再把它 改一下 YM部分 相差一个月 比如说我算完之后 这两个日期 相差还有一个月 有没有 因为后面15 12 12还没满 所以相差一个月 那底下的话 还有什么 Y YD比较少 就是算完年之后 还有几天 MD的话呢 应该是YMD 算完年 算完月 剩下还有几天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把 这边加个 MD 就是算完年 之后 跟算完月 剩下几天 那你想说 15 12 意思是说 前一个月跟后一个月 相差几天的意思 OK 所以请各位 稍微了解一下 那个 Dedif这个函数 那待会 如果这个OK 之后 试试看 底下有一个练习题 请你把Dedif 放到这边试试看 显示出来 就是 这个人到 今天为止 总共几岁 几个月几天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Dedif部分 然后 利用那个Dedif的函数 去计算 这个 人 这个 员工的 实际年龄 这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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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